这西兰花啊,您还在炒着吃或者凉拌吃吗? 今天老弟给您分享一个西兰花的隐藏新吃法 这要是做好了呀,连没长牙的小宝宝都能吃 切尔的西兰花上边呢,加入一小勺精盐 然后抓洗干净,再给它浸泡五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啊,咱也不要闲着 再切上点胡萝卜丁 接下来锅中烧水,再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水开以后,下入切尔的西兰花碎还有胡萝卜碎 给它焯制三十秒左右 炒好以后,给它捞出控水,放入盆里 接下来咱们再打入三个不要钱的奔鸡蛋 再加入盐鸡粉十三香 加入少许切尔的小葱花 最后加入一大勺玉米淀粉 给它搅拌成这种面糊状就可以了 接下来将盘子呢,给它刷上一层食用油 刷匀以后,再倒入咱们提前搅熬的面糊 然后放入蒸笼,盖盖上去蒸上十分钟左右 家长们,咱们盖盖双气给它蒸上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视频看到这儿啊,老弟又厚着脸皮出两楼脸来了 明天不说暗话,给老弟点个小红心呗 就是冲着屏幕上点两下,点两下就行 老弟在这儿祝大家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 感谢你们的观看啊,感谢 时间到,咱们的美食啊,也就制作完成了 这西兰花啊,你以后在家就像我这样做 吃起来滑嫩口谈,家里的老人小孩都爱吃 这最后啊,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,你做菜的时候呢,才能找到我 感谢您的观看